中芯國際都是很多人留意的焦點 因為近期有 回了下來 今天都有些反彈的 阿森哥想問 他說他有21元有貨 短線之後如果回到21元 樓上的機會大不大 其實我覺得中芯都挺可憐的 因為本來我自己對他的業務 其實不是看得太差 但是很多時候因為他的問題就是 只是中美的一些風險 中美角力的犧牲 整個芯片股來說 反而華控又少一些這些風險 所以中芯可以叫 不是他自己上去 你夾在中美裏面也沒辦法 而且過去這幾天再跌 都說得挺差的 就是美國什麼都要禁 光客機也不給他 什麼都不給他 好像不能做 所以股價反映得差一點 但是我覺得短期 你說要真的上很高就很難的 始終現在還是在一個風險裏面 還有理論的走勢 沒法發現其實中芯算是差的這一轉 但是我想有機會經歷了過去這幾天的急跌 可能短期都會有些反彈出現 所以如果你21元邊有貨 我會建議你可能彈高一點 如果你真的重貨的 先減少一些 如果你不是太重就OK 因為20元其實不算太高的位置 但是如果你是重的 我會覺得減少一些 你都沒有理由看好看好 但是你短期的細差你都沒有辦法的 所以我想如果這些位置 真的彈到譬如挨近20元邊 如果你是重的 我想會減少一些 譬如減少三分之一 我覺得盡量將貨量不要太重 會好一點 因為中長期來說 其實我覺得又不是太淡的 都是 因為一來雖然中美不斷有些影響它 但是你說最終完全禁了生意 我覺得這個有幾難做到的 其實過去你看很多之後的數據出來 其實又不是有生意在做的 也會有這些位置在 二來我想就算真的禁止 不給那些高端的關卡機 或者不能走到那麼高端的芯片也好 它就可能走回自己舊的芯片 走回舊的芯片 雖然股值不是很大的提升空間 但是如果落到這些位置 其實已經是差不多合理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火的總長線 又不是說非常地膽 但是短期當然走勢就比較差一點 好